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 现在在纽约纳斯达克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美国股市全天的走势 可以说是相当地迷从开盘就出现明显的下滑 在收盘的时候 道指下滑0.9%爆1113.30点 本人普外500指数下滑0.7%爆1165.2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滑0.3%爆2473.83点 应该说整个市场在开盘的时候的下挫幅度 明显在收盘时收窄了 在今天整个市场的关键词就是恐惧 来自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方面的恐惧 意大利方面还有是希腊方面 到底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财政缩紧的计划 到底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救助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因为整个欧盟在政治体方面有硬伤 所以让欧洲的这些主权债务 原来宽度和广度都不算大 而现在却越卷越大 问题越来越多 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硬伤 很多的分析师在未来也不看好 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很快地解决 认为这样一种恐惧还会伴随着市场 不过由于欧洲市场总的来讲 在今天的交易趋于稳定 而同时博南克在下午的时候 也有一个书面的声明 表示美国在欧洲方面的这些风险和设置 相对还没有那么深重 所以对市场来讲还是有一定稳定作用的 另外可以看到今天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来自于瑞士央行有关于会市 以抵制目前的瑞士法郎不断的上涨 而在美元这方面的经济数据还是不错的 在8月份的ISM一个服务业的指数是上涨到了53.3 当然在早盘的时候 似乎投资人也无暇顾计这样的数据 不过在下午的时候 相信这样的一个数据 还是对市场有一定程度的稳定 另外美元在今天的走势 对于主要货币是呈现走强 期货的价格包括原油的价格都出现了下滑 但是黄金由于避险情绪异度很高 在早盘的时候突破了1900美元一盎司的大关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又回稳到 小幅下缩到1873.30美元一盎司 不显到黄金还有股票的价格 一直是一种震荡的状况 包括今天 另外再关注一下 就是具体个股方面的一些消息 在今天整个的金融板块和原油板块 是下滑幅度最为明显 尤其是金融板块 其中欧洲银行的走势可以看到都相对比较的负面 而其他像美国银行走势也是相对的比较的低迷 还有像花旗 而且这些美国银行还在涉及来自于美国方面 政府方面对他们的控告认为 他们在房贷方面的一些违规欺诈行为 但目前正在做庭外调解 另外再关注一下 就是近期似乎很多的分析师都不看 好像零售的一些板块 好像在今天的best buy一方面是在近期一直是受到很多的不同投资人出现下滑的一个状况 今天更是蒙受了一个降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股市价进一步的出现滑落 而同时很多的分析师都不看好他们在未来的一些盈利 另外Spring Nextel他们自己也是开始控告T-Mobile 想要收购T-Mobile这样的一个事件 想要阻止这样一个收购合并最终能够达成 目前股价还在进一步的出现滑落 以上就是美国股市周二最新的一些状况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